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六百三十集 也许唯有古之大帝复生 才可抗拒吧 或者说这就是大帝的契机 他心中有万般念头 思绪万千 却不能真正的明判 他将麒麟种子 还有七彩小石头 浸泡在玉境瓶中 以身权滋养 而后他将巫使大帝的 几块古玉拿了出来 摆在一起 四块地玉拼成一块后 形成半幅地图 九条龙脉拱位的紫山出现 让他琢磨了好半天 不知何日才能进去 最后 叶凡将白玉小鼎打开 取出一枚粉红色的果实 他如肥育刻成 不过拳头打 形似一个粉娃娃 很是生动 心香侵入五脏六腑 润进他的每一寸血肉 富裕芬芳 这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精英剃头的果实 蕴含无限生机 星空的另一段 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人参果 难道就是这样的不死神药吗 想来差不多 叶凡咬下一口粉玉一样的果实 满嘴的香气 浑身都被光滑笼罩 他感觉像是要举下飞声了 浑身咽下迷蒙 他并没有一下子服食下去 咬一口就开始打作烈化 争取将药力发挥到极尽 他将在这片禁地待上几个月 而非立刻离去 仅仅一瞬间 他的身体像是着火了一样 亏损干枯的肉身 一下子璀璨了起来 被炽热的光芒笼罩了 这是 叶凡吃了一惊 达到伤痕被刺润 虽然没有愈合的迹象 但是却让他感觉一阵舒坦 天地法则碎片 他双目中射出两道神光 浑身光芒更剩了 在这枚圣果中 有某种规则秩序的力量 也唯有达到四级秘境 才能觉察到 正是这种力量的存在 让他的大道伤痕中 多了一次升级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头 若是多服食一些圣果 一定会有明显的改善 叶凡知道 不死神要不愧为圣物 竟运有这样的天地 龟子碎片 这是了治大道之伤的 最好药剂 深夜安宁 他寂静不动 一点一点的炼化这枚果实 轰的一声 突然后半夜时 叶凡被一道巨大的声音惊醒了 这方天地似要倒转了过来 就坐圣山在摇动 哗啦啦的 巨大的铁锁链声 像是来自地狱的魔音 铺天盖地 响动云霄 可怕的铁锁 死亡一样的声音 巨大的响声 禀寒刺骨 像是有绝世凶人 从地狱牢笼中打了出来 叶凡惊悚 浑身寒毛都倒树起来 他感觉到一股绝世杀机 若不是身处铜棺中 可能会被撕裂身体 他站在铜棺边缘 阳头向圣山上望去 脊背顿时升起一股凉气 如水并枯肿 无尽的魔云翻涌 从深渊中冲出 如惊涛机云 也约间可见 几条巨大的铁锁 寒光闪烁 连通向天际 一个可怕的存在 被死死的锁住 在天际震动 这方天地都快塌裂了 同时伴随有 阵阵的嘀吼声 响在人的心中 像是大山压落了下来 叶凡心中自语 那是什么 当年他们出来这个世界 离开荒谷禁地的深夜 也曾见到过这种恐怖异象 世间有人说那是荒奴 是未被驯服的盖带人物 也有人说 那是荒为自己打造的分身 难以真正明了 叶凡退回铜关深处 静心凝神地继续炼化圣果 外物不动根本心 他忘记了一切 不被声音所扰 整整三天 叶凡才将一枚人生果炼化完毕 让他彻底发挥出了极致药效 所有惊奇都被吸收了 大道伤痕内 生机盎然 有好转的迹象 他的血气旺盛了很多 集体恢复了活力 果然 大道之声需要对应的法则来抚平 光有生命惊奇 还是不够的 而后 他又花费了三天的时间 将第二枚人生果炼化吸收 生命元气 顿时旺盛了起来 金色血气绕体 可是 叶凡却促起了眉头 吸收的大道规则碎片是重复的 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同一种圣果蕴海相同神效 真的如传说中那般 静地中 其实只有一株神药 九种圣果都是他分生出来的 算不得真正的不死药 不过若是尽采九种果实 合在一起 却足以堪比 原始的那一株主根 虽然没有化生成九株神药 但是九条神根变异 药效合一的话 却能顶得上两三株不死药 当然 也有很大的弊端 不死神药都是唯一的 被分珠后缺少了灵性 再也不能飞天断地 蕴含的天地法则 亦是残缺的 并不完整 只有将他们重新合一 才能得到真正无瑕 与成熟的 不死神药之效力 第三枚圣果 被叶凡封了起来 不再服食 他准备冒险登山 去采摘其他圣果 了治大道之伤 万一再碰上药弩 怎么办 这是叶凡最担心的问题 不可能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说不定下一次就会被击毙 行神俱密 他来到同关身处 用手抱住那口小关用力地摇动 可是他却纹丝不动 他心中有无尽的好奇 想要打开 但却根本无法撼动 叶凡常叹 想背负官果上去 有些不屑时 看来还只能扣我自己拨命了 他将玉镜瓶中的神拳 向口中盗取 而后取出麒麟神药种子 与七彩小石头 冲上圣山疯癫 白天 酒座圣山很安静 荒的气息虽然很浓烈 但远低于夜间 叶凡不断地引神拳 汲取神药种子与小石头的精气 并未苍老多少 他登临到一座从未上来过的圣山 远远地见到一片晶莹 由无尽芬芳飘来 叶凡快速来到近前 冲入生命全池 先痛饮了一顿 而后才注视这种圣果 这里足足有七株小树 通体皆白 无论是叶片还是质感 都是如此 闪烁晶莹光泽 每一株上都结有一枚弯月形的果实 与植株颜色不太一样 银灿灿的 像是一个个小月亮挂在上面 叶凡取出玉顶 将七枚银月神果全部采摘 仔细封好 而后冲向另一座圣山 荒奴危险 这是绝佳的机会 他想一口气将九座圣山的神药 全部采摘到手 他来到另一座圣山 五株碧玉小树摇曳 哗啦啦作响 流光溢彩 在他们的顶端 各结有一枚新型的果实 赤红如血 鲜艳美丽 似以最璀璨的红宝石 精心打磨而成 香起沁人心脾 当小树摇曳 红色的新型果实颤动时 真的如五颗心脏在碰碰跳动 充满了强劲的生机与力量 叶凡快速的采摘下来 准备继续冲向下一座圣山 可当他向深渊中望了一眼后 神色大变 天玄圣女如灵波仙子一样飞了上来 叶凡转身就逃 此时他生命力还算旺盛 速度极快 金色的血气缭绕体外 像是黄金神火在燃烧 可是 天玄圣女却更快 凌空横度 刹那就来到他的身盘 慢慢降落 白衣斩动 疯滋绝世 如天外神女降临